大家好,我是亚东医院张厚塔医师 接种COVID-19疫苗后,可以预防感染 降低重症及死亡的风险 目前全球多国都在致力于提升COVID-19疫苗接种率 然而,部分国家即使接种率逐步提升 确诊及死亡人数却不一定逐步下降 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 千万不可以因为打过疫苗就松懈了防疫措施 防疫措施跟疫苗接种有同样的重要性 防疫没有特效药 无论是否已经接种COVID-19疫苗 都要戴好口罩、正确洗手、配合防疫措施 让我们持续落实防疫基本功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共同守护健康家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超越天风 今晚天,观众大家的志愿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欢迎整理这 acceptance 当很好都这个行情来的时候 你要积极一点 其实这个股票 我股票会重复送 但是你只要抓对一档股票 一个月过去 你看看涨多少就好 当然有新的标记出来的时候 你要来拿 我说过 我不可能每天针对同样的股票 一直帮你追踪 你只要有电话有拨通进来 我都会告诉你 那还没拨的你就看电视就好 我也说过 什么是糕点 我不可能每天跟你讲 这叫3305的生貌 上个月的这个时候 今天16号 当时跟各位讲生貌 应该都有印象 他也是SpaceX高阶独家的嘛 技术面季线扣底 季线即将翻扬 是我讲很久了 但我没有每天讲 不可能每天这样跟你讲的 我们就看60天 当时在18号这里 回顾一下 当时我说这个季线要翻上来 涨那么一大坡 尽量找股票 我们都是找这个还没涨的股票 当时还没涨的股票 56块4 10月18号 你看一段时间过去 一个月的时间过去完以后 我们来做个讨论嘛 我这个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来做个讨论嘛 到今天涨了六成 你不要说我没有讲 只是因为 坦白讲 股票蛮多的 因为它一直在轮回 一直一直在循环 一直在循环 我真的跟你讲 有新的你一定要打来 尤其是我有一些 土挡跟你暗示的 你一定要打来 那股票有时候 涨了一天 第二天震荡 以后会再涨 我不见得每天要跟你追踪 因为你有电话 你有拨通的 你最起码知道买什么股票 你会有一个 想法它以后会长到哪里去 这我做得到 今天刚好也是礼拜二 四个礼拜前 我们跟各位讲了一个 我很怕你们听不懂的东西 叫做元宇宙 10月19号礼拜二 预创 预创 四个礼拜前 在这里 43块7 四个礼拜前的这一天 我当时跟各位 你看当时扣底 我说季线即将扣底 左下右会上 这已经上到不知道哪里去 我只把那一天的给你看而已 你看我会不会选股吗 当然元宇宙股票涨很多了 很多都有涨 轮流在涨 我就不用再 像今天阳明光也不错 像这个6237的华讯 我随便看啊 你看 有没有早上来 我随便讲 6168的红旗 这红旗 那当然你们比较熟悉的是 宏达店 但是我跟你讲的是哪一档 5351的 玉舱 有不一样 你这样子看完以后 你会发觉说 哪一档是最强的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告诉你说 我跟你讲的时候是42.85 我其实基本面我也不用再说什么 这个这个技术分析在年底的时候 你们都学得到了 什么叫做 学率向上的突破下降压力线 这突破下降压力线 当时协力向上 协力是往上的 那现在已经长到这里了 好 你们就看下去好了啦 经过一个月你会发觉说 其实我挑的元宇宙的预唱 还真的是很强 对不对 我什么时候就让你知道 我10月19号就让你知道 20号也让你知道 你们都会觉得 啊 涨停满才告诉我 你这样回过头来看 就算10月21号的时候 只有涨21% 24% 33% 卷之比那么高 38% 52% 67% 84% 84% 92% 96% 111% 你们看我讲什么 请你收看我节目 如果说我有送资料 我这样讲好了一个月可能送个 五六档股票 你都有打电话 你五六档你都有打电话 你只要中一档就好 你如果都没有打那我也没办法 有时候你问我股票怎么报 我反问你 你怎么买才是真正的 你怎么买才是真的 你怎么有办法一个月的时间 你看从这里 42.85长到今天 刚好 111% 你看才多久时间而已 老婆我们再照回来 你自己看 这个是旧的股票 我说过这旧的股票 你就欣赏就好了 我节目中我不只讲一次 我说我有些股票 你就欣赏就好了 欣赏就好了 那我的有的时候想法 尤其是形态学的 退一步海过天空 我知道很多人想要学 但是 我们等过年好不好 过年特别节目再来讲 我这张图卡 从五年前我来 顶业 你看我那时候还在讲 2017年8月11号 回来庄案 你看多久了 五年前嘛 对不对 这张图表我就已经 放在这里 日可以线 周可以线 月可以线 请你看月可以线 你们经过这五年以后 你们有没有跟着去 其实 当你了解了我的想法以后 你会发觉 为什么欲传会这样子 我这张 这是他们的电脑 我早就画在这里 你觉得他该不该长 听得懂吧 听得懂了 开始可以赚大钱 你说他为什么会这样长 你过来这里看 你就知道我画给你看 你说你不会画 你家电脑跟我家电脑一样 可是你们从来都不看月线 你觉得他该不该长 我看月线好像应该 我看日线看不懂 你看日线看不懂 你看月线你觉得他该不该长 抵达了那么久 他所有起长的时候 你那时候我再加个120给你看 是不是从这个 所谓的十年线开始这样来看 这条叫十年线 因为他这里是摄影棚的电脑 照理说这十年线 你不需要因为除间除去要断掉 你们下次跟导播讲一下 说十年线不能断掉 其他老师也不会注意这个 算了 我这个也是啊 去年我那时候就发觉 是三十几块的违权店 然后八十几块的时候 我那时候算说会到1比1 那天拿出来太快了 对这要遮起来 怕影响到你们 你们自己算算干了 这是他的我的研究日志 你们看一下就好了 这没有什么 这没有什么 我只让你们看一下就好了 他的格局在哪里 他一开始所有的股票 你最后面你看的一个格局 都是要看这个 没有办法先看到底部的形态 从十年线这里开始要起长 那时候三几块你看十年线 那个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当时二十几块嘛 可以照进一点 没关系 那时候他是二十几块的十年线 156块 那时候三几块叫委权店 你眼光够远的话你就看得很远了 懂我意思吗 那你看现在来到多少 你会觉得当时三几块很高吗 不会 他那时候十年线才刚刚这样子 先帮我拿开 我今天这集非常重要 因为我今天有一档股票 要复制 这些股票 什么 回签店啊 预创啊 对我要复制这些股票 所以我把道理要跟你讲一下嘛 那高价股我再带一下 我想我高价股我再带一下 我还是看好 比如说莲勇 莲勇还是看好 11月5号的莲勇 还是看好 我先带一下高价股 莲勇还是持续看好 那时候很低嘛 昨天来到477的 我还是看好 我还是看好 长线看好了 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买 我长线还是看好 然后这个 西创 我这个稍微带一下 8016 这样今天小回 但是我跟你讲 都是248块 今天 我觉得还是赚了 还赚了 OK 然后 联邦哥我一样看好 我看好的其实 都可以买了 但重点不在这里 我最看好是这一档 你们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好不好 这问题很重要 预创本坡总共上涨了多少 你们有时候看我 觉得你帮我回答一下 10月19号的时候是42.85 起一档的时候我就跟你讲 我就跟你讲 到今天 一样叫做预创 42.85就告诉你 今天是90块两毛 42.85到90块两毛 他涨了111%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那一天叫做10月19 今天叫11月16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涨了百分之百 好 那我今天我跟你讲 你们如果这个月都有收看我节目的 你今天这个电话一定要播 你电话没有播 你会损失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你会损失 你一定要答对 你如果这个都没有答对的话 那真的 我送你一点意义都没有 你根本没看我节目 你长期有收看我节目 你今天电话要播通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你要不要进来 我看股票 我都是看月K线 那这档股票以前是270 你10年线才在25.88 他现在才在这10年线附近 我为什么要这样给你看 因为我做股票 我都有一个逻辑性 你知道吗 交比当时这个叫伪权店 三十几块的时候 你会想到今天会来到100多块 你想都想不到 哇这个都对啊 那时候他月K线才在23块多 你会觉得啊 可是 对 你有没有觉得好像 很像 我觉得他空间会更大 这条叫十年线 比较少人跟你谈论这个 协力向上 你们应该有看过我其他股票 我讲过协力向上 对啊 这档也是叫协力向上 那时候983块 人妈哥就是邪力向上 上礼拜五 二四五五四 你看 有啊 早上来嘛 这983块 有没有 早上来啦 这下一千多块了 那一样的道理 你斜律向上的 你又在刚突破十年线 十年线要勾上来 这个底打了那么久 你觉得要涨多少 我现在不用趴数 观众朋友我用趴数我就太逊 好不好 我不跟你用趴数 我看的东西跟你看的不一样 节目已经做到这个样子 我拿以前的股票这样跟你比对 为什么他们会涨 因为你看到日线 你看不出来他为什么会这样大涨 结果当你看完日线以后 你才恍然大悟 原来 原来他应该要涨 你原来他应该要涨 他应该要涨 你看对 所以我们都知道 有这种看法 你自己看 我前天该不该找 你再看看以前的我前天 这个图 也是我之前画的 现在多少钱 我以前画的时候在这里 你们这样比对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 什么叫功利 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我就画出来了 这是后来要发生的 这样你们听得懂了吧 现在来探讨这个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说实话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他十年线还是在这里不必 还是二十五块 我那个时候十年线是二十三块 但是因为你股价已经涨那么多了 所以呢 你回过头来就要找还没有涨了吗 我叫我叫你现在去拼玉创有道理吗 我问各位一下 四十几块跟你讲 已经涨了一倍 我现在叫你去拼玉创有意义吗 你们觉得有意义吗 我这里三十三块五就跟你 就已经跟你讲了 这是复合型头肩底型 用月线来看 过了那么久的一个岁月 你们觉得值不值得 三倍 一个三倍 一个一倍 我不跟你讲几趴 你讲 讲趴数 你们没有什么大的一个想法 我今天就跟你讲几倍 你们觉得要几倍吗 你们去想这个问题 你们到底要几倍吗 而且他写率向上快勾起来 那今天怎么样可以拿到这张股票 第一你电话要拨通 你电话没拨 我不会那么快掀开来 因为这个到时候你验证完以后 你真的会觉得 你是怎么看的 我跟你讲 我不要跟你谈几趴 我要问你几倍 就像一个月以前 我跟你讲玉创要长的时候 你有想到他会 他会这样吗 他会长了一百一十一趴吗 他一个月的时间 涨了一百一十八 那你觉得像这种股票 他要涨几倍 有图有真相 我就把他在这里 你电话拨通 这样好了 代表我的诚意 前三个名额 只有前三个名 我下了节目以后 我亲自打电话给你 我可以告诉你 我的看法 如果以长线来看 他应该要涨 应该涨多少 我不是绝对不给你画 我不给你画大饼 我的股票你都看在眼里 一个月前 也是礼拜二 今天礼拜二 我当时我跟你讲 五三五一的预创 你们全市场都知道 这一档股票 我创到了什么奇迹 当然现在很多老师 有跟你讲 预创第二 预创第三 第二 那他们家的事 本人就是在 十月十九号那一天 在SBN 直接告诉你 这档股票 当然了 在东森财经台早上 我那时候也有讲 我说圆宇宙 经过四个礼拜后 他涨了111% 那我只能讲 我希望你们 不要去想以前的事情 我当时电话没有打 所以预创 每天看他涨上来 我没买到 那没关系 那已经过去了 你要的是从今天开始 你有没有办法买到这档股票 你买到这档股票 我恭喜你 你怎么买得到 第一 你要答对 预创本货总共上涨了多少 你答对的 一 五十趴 二 八十趴 三 超一百趴以上 你答对的 我就把这档标的送给你 那我也讲过 你现在就拨电话 前三个名 我下节目 我亲自告诉你 这档股票 我认为要到哪里去 进广告 播电话 谢谢 SPN 财金台 2022荣耀回归 就看第四季 888长虹专案 让您信心十足 一路长虹 长虹专线 02-8511-3366 02-8511-3366 顶页投顾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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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部直播 定期上线 定期上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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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讲一个想法 今天来到股市 你们真正要的是 第一时间 电话拨通拿到好的股票 我有常常问 为什么说你们要电话拨进来 我不是给你一个股票代号而已 我会把它的愿景 借由你打电话来的时候 请服务联跟你们说个清楚 你一个月前 这档股票叫预创 你没有电话有拨进来的 你有拿到预创的 你开始做了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都叫做预创 一个月前也叫预创 一个月后也叫预创 可是差了111% 为什么会差110% 因为你心有多大 你就获得能力就有多大 我说过这档股票 我不是跟你算几%而已 我要跟你算几倍 理由我刚刚在节目中讲得很清楚 你们怎么样有办法得到这档股票 非常简单 请你回答我 预创本波共上档的 150% 280% 300%以上 你答对的 我就赠送你这档新标的 我非常有诚意的 等你们拨电话进来 那前三个名额 我电话拨进来的 我下了节目以后 我亲自打电话告诉你 这档股票 还有我会跟你讲说 从月线上来看 这档股票应该要涨到哪里 谢谢 电话要拨通 而且要答对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认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